10月24号 幸福人妻侯佩岑参加品牌代言活动 一身白色礼服露出香肩眉腿 令她成为全场焦点 对于即将到来的金钟奖颁奖典礼 侯佩岑表示 红毯之上会选择简单舒适的着装 而凭借月光宝盒入围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她 却始终抱着陪榜的心情去看待此次盛会 更直言入围就已经十分知足 就是抱着陪榜的心情去参加 我觉得就是一个那种参与的气氛 因为我觉得金钟奖对电视的人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场合 这次因为完全没有抱着那个得奖的决心 所以完全的没有想到带任何的幸运物 我觉得那很多余 因为我觉得可以入围对我来说已经是得大奖了 其实奖项的归属有时真的是给没有准备的人的 对温吉如果意外拿奖会有怎样的得奖改言 侯佩岑就表示 如果万一真的得的呢 那就请林俊逸帮我讲两句好了 他应该有准备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事都做好 充分准备的人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